自从生下儿子小海绵之后 I'm the baby 杨颖跟黄晓明一直把他保护得很好 曾有一次被媒体拍倒儿子的正面照 在娱乐圈一向已好脾气 好人员著称的黄晓明 也不惜大发脾气 目视媒体 在相网二中 杨颖还特意拿出小海绵的视频 跟好闺蜜依依依一起分享 听到小海绵软弱软弱的声音 萌化了不少网友 杨颖也是满脸散发着的母爱的光芒 遗憾的是 杨颖依旧没有让小海绵的正脸 在向往的生活节目中曝光 可以看出夫妻俩是真的十分注意保护儿子的隐私 不过杨颖却似乎对小海绵的保护有点过度了 近日网友爆料称 偶遇杨颖带着小海绵在一家儿童餐厅吃饭 为于杨颖没法哄住儿子 小海绵在餐厅大哭大闹 引了不少顾客的注目 随后杨颖身边的助理 在餐厅工作人员的配合下 逐一没收餐厅里 其他正在吃饭客人的手机检查 如有录到小海绵的视频就删除 还威胁客人如果有视频流出 一定能找到他 面对杨颖以及助理这种强硬的态度和举动 不少网友也怒了 纷纷表示 太嚣张了 凭什么给他看 工作人员也是够奇葩的 这家店以后承包给杨颖 只让他来吃好了 别人来吃饭花钱不说 别人家小孩哭了被打扰到不说 最后还要背看手机 当自己皇太后吗 这么怕偷拍就别出门了 不过也有网友质疑这条爆料的真实性 因为就只有一条朋友圈的爆料截图 小厨太模糊看不清楚 无法辨认出是否是杨颖一行人 也就是没有确定敌实锤 况且能去这么高档餐厅吃饭的人 肯定不是傻子乖乖掏出手机给别人看 再加上Angela Baby在娱乐圈的情商也不低 应该不会做出这么自毁人设跟口碑的事情 你们觉得呢 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